在大阪的青崖桥有一家清酒无限畅饮的小酒馆 今天带着小黑去给年轻的老板上一课 Let's go 天气越来越凉了 玉堂金的灯亮了起来 街上的各家小酒馆成了这个时间段 大家不约而同的去处 墙上贴着日本清酒地图 与对面冷藏柜的清酒摇香呼应 今天这个店是3000日币 所有的酒水随便喝 看这边啊 一柜的清酒 一共是150种 选一个你喜欢的杯子 你不喜欢粉的 可以选这个 今天我第一杯 就从日本清酒标关上卡寄来喝 这是卡着入门四五 小黑你喝这个 二兔 今年在日本特别风行的一款清酒 千里马常有 但伯乐不常有 这个七罐马是不是千里马 这个酒的名作特别厉害 酒后 撒脱可以 但是乱 是可以不行的 到沙多罗 严守县排名老大的酒饭 他们这个酿酒是跟我一样年轻 叫童管龙之介 奈良县排老大的酒饭 能多乐死 咱们中文就叫三猪山 再来一杯这个美少年清夜 看这儿拍一下 因为这个日本酒里面蛆的原因 带有磨皮效果的 不仅女孩都可以喝 女孩都可以喝 她脸上通通拉拉的 喝完日本酒 然后再来拍照 喝个小鸟 咱们喝 小黑你来这个吧 这有个黑牛 给你小黑调答 我跟你讲 很多时候你选清酒 一时间 你看不懂酵母 看不懂酒米 就看这个名字 你喜不喜欢 喜欢 那就尝试 可能就很适合 小黑你知道这个生一瓶什么味道吗 一生每喝一瓶吗 没有 是这个意思吗 嗯 兴趣 就是说 边喝酒要边喝水 才会 不至于烂醉 这个家给你特意见了几种 日本酒呢 对着喝的合法 日本酒对苏达 对这个番茄汁 对这个橘子汁 我来一个对可乐的那种 那我来个上个派的 这些日本的对食用的模样 谢谢你来来来来 来了啊 清酒 有点意思啊 这有点意思啊 小黑人 是喝的这个清酒 然后准备堆可乐 哎呀 一米一呗 这下这杯 我感觉你们好想听 刚刚我国内一朋友 发来这碗呀 该吃吃 该喝喝 遇事别往心里割 新冠就是小感冒 我都养两次了 现在不也见着亮了吗 但是朋友们 口罩一定要戴好 今天我们俩人 然后三个小时 一共喝了 三四十种清酒吧 朋友们 清酒 自助小油管的 清酒虽然很多 但是喝多了 真的会腻 朋友们 记得腻吧 朋友们 干杯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